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新玩具 就是这台50零D Max的背驼房车 这台房车是在疫情期间 拖了很多朋友帮忙 然后从外地提挡过户 再开回北京 现在终于到我的手上了 昨天我们也开始它进行了第一次的露营 睡得非常的香 用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也拍了一个比较简单的Vlog 后期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来系统的聊聊这台车 为什么买台二手的房车呢 价格因素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新的国六标准实行以后 50零的D Max只有1.9T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供你选择了 没有了这台4JJ1的3.0T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的扭矩非常的充沛 然后也是为这个房车和以后越野的改装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聊聊这个房箱的结构 再聊聊这台车 然后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怎么选房车 然后选什么类型的房车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的这款房箱是青岛卖卡生产的 然后它是和D Max底盘打包在一起出售的 所以它的车辆手续是旅居车 我的行事本上面写的也是小型专用客车 所以它不会像货车一样现行 然后它在高速上面 限速也是120公里每小时 它没有强制报废 为什么选贝驼房车 贝驼房车它非常的轻 基本上不会影响车辆的操控性 还有越野能力 这款房箱的自重是370多公斤 加上整个D Max它的整配质量仅仅是2.4吨 还没有陆寻兰德库鲁泽这样的大型SUV重 那些车可能自重要达到2.6 2.7吨这样子 所以它轻便是它最大的优点 但是它同样也有一些不足 就是它的空间和设施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在国外的房车文化中 这个它并不能称为房车 它应该叫做camper 就是露营车的意思 这个贝驼式房车也是发源于美国 美国由于它的皮卡文化非常的盛行 大家也都会买一个贝驼式的房车 来进行自己的旅居生活 青岛卖卡也是代理了国外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代理了许多年 总结了一些自己的经验 开发出了适合国内的一款贝驼式房箱 由于我这个房箱是18年生产 为了买3.0T的柴油机 所以房箱的款式也比较老 所以它内部的设施不是非常的合理 做工也还OK 但是新款的卖卡改进了它里面的结构 然后后期我也会考虑去换一个新款的房箱 因为毕竟换一个房箱对车辆的手续 还有改装不会太大 相对于发动机来说 换房箱是更容易的一件事 好 现在我就把房箱打开 给大家展示一下打开的过程 以及它内部的结构 这款房箱是一个升顶式的结构 它在跑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折叠的状态 打开里面是一个床 优点就是我们过一些线高的时候 它会比较方便 而且它的重心相对来说比较低 现在我们就把它打开 首先是要松这些四周的一个锁铐 然后现在我们进到后箱里面 从里面手动把顶房升起来 我把它推起来 推起来之后后面有一个锁铐 然后把它支付就OK了 前面顶房有一个推杆 是用来推前面支架 然后我们现在把中间的位置往前伸 然后把这个杆往前一推 它就锁住了 然后这个杆是固定在这里的 然后这个车的右侧 也配备了一个遮阳的边杖 它不光可以遮阳也可以挡雨 还是比较好用的 它采用这种摇杆的机构 摇杆用起来要比那种手动折叠的 要方便那些 那现在我就把它摇出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OK 我们完全打开之后 再把这两个腿支上 好 大概器就是这样一个侧面的装扬 然后里面可以摆两把椅子 然后我们在户外露营 喝茶什么的休息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个房箱就完全已经展开了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它的功能 首先先说这个门 这个门是一个两层的结构 外面是一层防盗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沙门 保证通风的时候不会进来一些蚊虫 然后这个防盗门有三道锁 一个是这种扣的锁 然后这有一个锁 上面还有一个锁 晚上露营的时候一定要锁好自己的门 然后这个沙窗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门的左侧就是我们一个户外的厨房 厨房里面的能源是一个五公斤的液化石油气罐 这个石油气罐基本上能满足我们一个月 连续不断每天炒菜做饭这种使用瓶刺 然后它连接的造具是一个七星炉 这个七星炉火力也是非常的猛 然后在户外有风的情况 包括一个冰雪的情况 它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个是一个折叠的炒锅 然后折叠的炒勺和铲子 它的所有的瓣都是可以折叠进去 然后塞到我们这个厨房里面去的 然后盖上盖 所有的厨具都可以容纳在这个小的空间里 在这个户外厨具的上方 还有一个LED的灯 露营灯 保证我们在晚上露营的时候 在户外有一个照明 后色有一个 然后房箱的右侧还有一个 好 我们现在打开房箱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刚打开房箱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 这有两个家用的插座 最右边的插座是和我们户外的发电机接口相连 如果我们在用发电机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把发电机放在一个离房箱稍微远的位置 这样它的噪音会比较小 然后通过这个接口来进行房箱内的用电 左边的插座是连接我们车内的逆边器 逆边器的功率是3000瓦 它能把车用12伏的电转化为家用220伏的电 一般我们家用电器都可以满足它的使用 包括电饭锅 电磁炉这些都可以通过这个插座来进行使用 再往左看我们这儿是车辆房箱内部电源控制的一个开关面板 这个显示的是我们房箱内部电瓶的电压 现在是12伏左右 然后左边的这些开关可以控制车内部的灯光 然后水泵以及这些安全传感器的通断电 然后同时也有USB充电的接口 再往左侧这个是房箱整体的一个总开关 房箱整个的通断电的总开关就在这里 里面是有一个保险的 如果一旦一些用电器发生短路 然后这个保险是先会熔断 然后保证我们房箱的安全 最内侧的这个面板是可以显示我们房箱内部电瓶剩余电量的 同时它还可以显示车顶太阳能充电板的状态 包括一些电压温度剩余的电量 它都可以来显示 它还具备两个USB的充电接口 所以我们在房箱内随身的电子设备 手机相机这些充电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房箱左边都有些什么结构 这上面这是一个水盆 然后上面有一个盖板 把盖板撂开的时候 它可以当做一个写字台 上面有一个LED的小灯 把它掀开之后 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类似于飞机上面 那个尺寸的一个洗手盆 它可以满足我们洗菜洗脸都是可以的 旁边是有一个水泵 然后吸取水箱里面的水 为它进行加压 然后这样我们就会使用水龙头了 水盆底下的空间 麦卡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容纳一个水箱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买到符合尺寸形状的水箱 我也特别尴尬的把水箱放在了房箱的正中间 放在了外面 然后这个空间来放一些别的杂七杂八的物品 这个设计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然后据我了解 麦卡的新款房箱也改进了这个问题 它把水箱的位置布置得更加的合理 然后把这个门关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一个传感器 这是美国进口的一个一氧化碳探测器 它的旁边就是我们的液化石油吸管 如果我们的煤气有泄漏 或者是我们在炒菜的时候 这些接头没有接好 然后它都会进行报警 保证我们的一个人身安全 OK 现在我们进到了房箱的内部 然后首先我们要打开两个触控开关的灯 保证我们房箱内部的一个照明 周围软至侧围的这一圈一共有四个窗户 每个窗户由三层材料构成 最外侧是一个纱窗 防止蚊虫用的 然后中间一层是一个透明 但是不透风的塑料布 最内侧是一个遮光的材质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 来分别组合使用 顶部是一个换气扇 这个换气扇具备两种旋转方向 既可以往外抽风 也可以往内部送风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在户外露营的时候 对房箱内部降温的一个需求 只不过要记得下雨的时候 一定要关闭上面的顶盖 防止雨水溅到车内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烟雾探测报警器 与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氧化碳报警器 都是保证我们房箱内部安全的一个装置 好 我们视线往下移 这是一个车辆的一个侧窗 这个侧窗的窗帘非常的巧妙 它有上下两种材质构成 下面是一个防温虫的沙窗 上面是一个遮阳用的 然后我们通过上下不同的移动 就可以来进行切换 然后把这两个分别都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对窗户进行一个关闭 它的旁边是一个软质材质的一个镜子 然后可以方便我们洗漱的时候 对自己的着装进行一些整理 再往下看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卡座的区域 这个区域可以满足我们两个成年人 然后在这里吃饭聊天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卡座下面都有什么机关 先打开这一侧 这一侧里面是我们房箱的所有的电路 以及电池逆变器 都是布置在这一侧卡座下面的 中间的这个位置 它最开始的设计是容纳一个35升的车载的冰箱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买冰箱 我习惯了将一些被入床片都放在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这个两个板通过这个桌子的组合 它可以在这里形成一个折叠的桌子 然后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在上面可以放菜啊放饭 最边上的这一侧呢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是空的 然后我一般会将户外露营用的一些折叠桌椅 然后收纳进到这里面 然后它的尺寸也是刚刚好够用的 房箱内部的两侧都配备了这种锚钉的滑轨 然后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锚点在这个滑轨上面进行移动 然后同时利用这种橡皮绳 然后固定我们房箱内部的一些行李 所有的东西保证我们在开起来 包括越野的时候 那行李不会在后层乱晃 撞坏家具 在平时使用的状态呢 底下这个卡座可以供我们休闲娱乐 但是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床拉出来 然后对床的面积有一个进一步的拓展 然后这样我们住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 这个床展开之后的面积 可以达到1米6乘以1米9 满足两个成年人休息时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把这个床板拉出来 再把这个床垫子推出去 使用这四个折叠的垫子来补充这个剩下的空间 这样我们的床就铺好了 它的这个垫子也是比较软的 睡起来也比较舒服 之前我们出去露营 它的居住的舒适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晚上躺在床上玩手机 然后头顶还有两个5V USB的充电器 可以为你的手机进行充电 这个车所使用的底盘就是一个50的DMAX 它所搭载的就是这个4JJ1 3.0T的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爱信的一个6AT的变速箱 也就是这个机器国六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特地找了这台二手的3.0T的版本 对于这个车的外观 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新车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聊的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车内来聊聊它的一些配置 好 我们进到车内来聊聊这个内饰啊 其实新款的DMAX为中国市场设计了一个全新更豪华的内饰 它的用料也都是一些软的材质 看起来也更加的上档次 我这个还是一个老款的设计风格 但是据我了解 其实在澳洲就是DMAX主攻的市场 它还是保留了这一个比较实用的老款内饰设计 为什么说它比较实用 我们来看啊 它的手套箱有两个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然后它两侧主服驾驶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的位置 都可以有一个水杯的架子 然后在我们常速行驶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的饮料有一个制冷或者加热的效果 虽然比不上车载冰箱那么来的效果那么直接 但是也非常好用 包括这个中共台的正宗的位置 有一个容积非常可观的一个储物盒 然后作为一个高配的DMAX 它原厂配备了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其实用起来不算太好用 它的优化还有待完善 然后是一个单驱的自动空调 到这块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车辆四驱的一个控制单元 它有2H 4H以及4L 证明这个车配备的是一个分时四驱系统 当我们挂入四驱的时候 它前后轴是硬连接的 相当于有一把中锁 然后4L功能可以进一步的放大扭矩 作为一个高配车型 它还有陡坡缓降的功能 然后以及车身的电子稳定系统 这个电子稳定系统带来的好处就是 我们在越野的时候 它可以对打滑的车轮进行一个电子的制动 起到一个电子差速器锁的功能 然后如果这个功能失效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使用我们的后锁 这台车等同于有两个差速锁 中锁就是我们分之四驱前后轴的硬连接 后锁在后差速器的位置是一个一顿式差速锁 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两侧轮速插 然后进行一个自动的线滑 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同时也是一个成本比较低 比较可靠的一个方案 它在通过交叉轴 包括一些炮弹坑的时候 都可以轻松应对的 我也特别感谢前任的车主 他为我改装了两个雷克萨斯ES上面的座椅 它要比DMAX原厂的一个座椅支撑性更好 包裹性也非常的棒 然后长足行驶的时候 真的要比DMAX原厂座椅要舒服了太多 它电动调节的功能非常全面 而且它配备了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的功能 再看一下后排的空间 我是那种比较喜欢开车时候有点往后躺的 所以我开车时候后排空间一般会比较小 但是DMAX后面也还可以 基本上做成年人长度旅行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Curber有一点直 皮卡车型的通病没办法 我们再来说一下特别好的一个座椅的设计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座椅翻折起来 翻折起来 然后通过挂绳挂在头枕的位置 然后这块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 因为这台车的后箱已经被改成了一个房箱 它里面放行李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 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做这种长途旅行 后面需要住人的话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座椅搬起来 然后把我们随身携带的一些行李 还有这种备用的物资都放在后排空间 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这台DMAX在我手里跑了有两三千公里这样子的路程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去驾驶一台柴油发动机的汽车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柴油机的噪音和震动 都要比汽油机明显的特别多 夸张点说它开着真的特别像一台卡车它的质感 首先我们这个油门它的响应肯定是不如汽油车那么的零米 不会说你轻轻的踩一点油门 它就能给你不错的加速性 它的响应会比较慢 但是你深踩油门的时候 它的扭矩还是非常充沛的 这台3.0T柴油发动机呢 它的最大扭矩达到了430牛米 它在中低速情况下的它的加速性 在背上这个400公斤防箱的情况下 它的加速性甚至是不输给这个4.0的普拉多 3.8的帕杰罗这种硬派越野车的 所以这个3.0的机器对于这台车动力其实还是非常充沛的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在跑高速的时候 由于柴油机这个最大的功率它不是非常的大 只有170多马力 所以在高速上超车还是有一点点的费劲 不如汽油机那么的痛快 但是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省油 燃油经济性非常的高 在这个驮上400公斤防箱的情况下 它的百公里的油耗基本上是在9.6到9.7升这样子 我正常驾驶它是没有超过10升的 然后我拖挂了一台UTV UTV的自重是700公斤 加上拖车大概有一吨左右这样的拖挂负重 这台车的油耗大概是10.8到11升这样子的油耗 这个油耗是在汽油车上面根本无法想象的 它既保证了一个动力又保证了一个油耗 真的是柴油机开着非常的香 我特别喜欢这个柴油机啊 除了它的噪音其他全部都是优点 与这个3.0T柴油发动机匹配的是来自爱信的一台6AT变速箱 这个6AT变速箱虽然和当今的双离合变速箱还有 非常优秀的8AT比较来说它的换挡速度有一点慢 而且换挡逻辑也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对于这个硬派越野车来说已经非常的够用了 和我自己那个帕杰罗上面的5AT相比 它已经跨越了一个时代 降挡速度还OK 因为你在生产油门的时候它也会很积极的给你去降几个档位 随之而来的是柴油机这种很暴躁的声音 6个档位也保证了它能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有一个不错的翻动机转速控制 这台车跑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翻动机转速还不到2000转 能保证它在高速巡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燃油经济性表现 总体来说这个6AT标准枪对于这台DMAX来说非常的够用 非常的实用 再来说说这台车的操控啊 其实它开起来还是和硬派越野车非常像的 它由于这个后斗有了负载400公斤的负载 所以它的后悬挂其实不是非常的弹跳 它对这个细碎振动的过滤也比那种空载情况下要好了很多 它的悬挂更具有韧性 开起来也更像一台越野车而不像一台皮卡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防箱的重心比较高 它在过弯的时候侧倾会比较明显 这也是由于DMAX的后桥没有配备这个防晴杆 我也考虑在后期改装的时候去加装一个防晴杆 至于这个车的越野性能啊 它的轮胎现在目前比较小 只有245 70 16这样的规格 所以导致它的离地间隙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皮卡车特别长的轴距 所以就是我们在通过一些障碍的时候 它非常容易弹到车的踏板 我目前也没有驾驶这台车去进行一个很强度 很大的越野 只是简单走着碎石路 舒适度不错 但是如果想进一步玩越野的话 还需要一个改装 我也是考虑去改一个北极卡车的AT35套价 最后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选购房车时候 自己总结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些我自己的见解 纯粹是个人观点啊 也欢迎大家提出这些不同的质疑 首先啊 怎么选房车 房车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拖挂房车 一个是自行房车 拖挂房车啊 非常依赖于这个房车营地 在中国目前房车营地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拖挂房车 在目前中国这个交通状况下 开起来是比较吃力的 我身边无数的朋友也都是卖了拖挂 最后换了这个自行房车 我更推荐大家去买自行房车 你想想啊 你挂了一个拖挂的房车 它虽然内部空间非常的奢华 就是它内部的配置非常的高 空间也非常的大 然后你住着非常的舒服 这OK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避免不了 你需要进到城里补给 你需要进到超市买补给买吃的 然后你也有可能会去住一些酒店 这个时候你每次停车都会非常的困难 而且你在拥挤的这种城市交通中 你挂着一个大的房车 也是非常大的累赘 不太推荐大家买拖挂 再说自行啊 自行房车 我们要首先明确 我们是不是需要房车具备越野的功能 这就取决于你到底想去哪里玩 把我们中国分成东西两部 如果你主要在东部玩这些沿海的城市 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 那我们其实可以买这种B型房车 或者C型房车都OK 就是那种EV科或者大通底盘的那种空间比较大 内部配置比较齐全的这种房车 它没有越野的能力 但是它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它也有卫生间也可以淋浴 功能非常的齐全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中国的西部 甚至你想到国外玩 你想走这个国际的穿越 那我更推荐你买一款 带越野能力的房车 越野能力是和内部的奢华程度成反比的 如果你需要越野能力 那你必然要舍弃一些内部的配置 减轻房车的自重 那我比较推荐你买的就是这种背驼房车 还有一种就是带越野能力的这种B型房车 比如说EV科的2045 2046这种底盘 它们改装后 它都会具备一个比较强的越野能力 可以胜任更多样的路况 这台D-MAX目前的状态 它的居住环境我非常的满意 但是它的越野能力还是有所欠缺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原车用的是一个245的车轮 也是非常的小 它的离地间隙也不太高 开惯了越野车我开这个车也经常拖底 所以我们后期会给它改装一个北极卡车AT35的套价 35英寸轮胎上升以后的D-MAX 我相信是越野能力非常强悍的一台房车 OK那我今天对于这台D-MAX房车的分享就到这 欢迎来我的微博 和我一同交流关于房车 关于越野车的更多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